一開始也有提到過 這個房子呢 因為是兩戶合併做一戶 但是設計師只動了 小小的一個隔間牆 就讓空間二合一了 所以它的很多設計呢 都是依照這個房子 本來的先天條件去做規劃的 是的 我們本身這個櫃子 我們就原則分戶牆 去給它做設計 因為屋主家 家裡面的人口數比較多一點 所以我們櫃體的部分 我們把它設計大一點 也比較多功能一點 一一來看好了 首先看這邊 這個地方就是穿鞋椅了對不對 它跟櫃體真的是 合而為一的設計耶 是的 我們在櫃體這個部分 穿鞋椅的下面 我們還有做抽屜的部分 可以讓它放更多的東西 OK 那上方也是它的收納空間 對 上面這個部分 我們也有給它做收納複鞋 我很喜歡這樣穿鞋椅的做法 跟櫃體合而為一 就是不會覺得椅子歸椅子 然後收納歸收納 是 好啦 接下來這個部分呢 接下來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有給它設計一個穿衣鏡 對 穿衣鏡這個部分的話 裡面 我們櫃子裡面的話 我們還要給它做一些 就是可以放一些 釣魚傘的啊 然後 外出外套的 對 衣帽櫃 是 衣帽櫃 OK 你這個穿衣鏡做法也蠻棒的啊 一般都做整面的 不過像這樣子 有設計感 可是也有實用的功能 是 好 那接下來這個部分咧 接下來部分的話 我們有給它做一塊那個展示的部分 台面 對 我們台面這個部分 給它設計展示的 對 然後我們給它設計一面鏡子 讓它空間有放大的效果 而且有這樣延續穿衣鏡過來的喔 這個台面我剛摸了一下 它的觸感蠻特別 這什麼材質啊 這是遙燒面的大理石 好 展示空間的上下就是他們的 收納功能應該強吧 我們本身這邊鞋子的部分 家裡面五個人來放的話一定足夠 我綽綽有餘的喔 這個空間還蠻大的 是 然後本身在 這個電箱的位置的話 我們把它藏在裡面 嗯哼 對 這樣子 設計起來也比較好看 然後 你說它日後維修的話也比較方便 也比較方便 因為櫃體的部分的話 如果我們整面做的話 會比較壓迫一點 所以我們給它做上下懸空 然後去打燈光 嗯哼 所以整個感覺櫃體的量輕好多 是是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呢 其實就是兩戶合併戶 右半邊的這裡 是的 好 這邊你保留了什麼 我們這邊保留了建商 原本給我們的廚房 嗯哼 然後廚房這邊有一個半高的設計 這是建商原來就有的半高牆嗎 是的 這邊 這邊是原本建商給我們的東西 然後我們沿著這個半高的設計 去做一個L型的吧台 這個吧台質感很好耶 對 這個吧台的材質 我們採用那個 黑色的人造石下去做的 而且是整個L型的部分 都是人造石 所以質感感覺非常好 是的 已經有了一個還不錯的餐廳 還有一個吧台了 對 然後這個吧台的部分 我們可以當作備餐區 嗯哼 對 還有屋主他可以在這邊 享用早餐跟咖啡 你說吃個蚵仔麵線 在這邊就可以解決了對不對 可是大家也可以看到我身後 他的餐廳區其實範圍還蠻大的耶 對 他餐廳的部分的話 原本是客廳的部分 這一戶的客廳 對 這一戶的客廳 對 這一戶的客廳的部分 然後我們把它改成餐廳的部分 窗台邊那邊的部分的話 我們有給他做一些收納櫃的部分 對 上面也可以放一些電器 電鍋啦 熱水瓶啦 就放那個位子了 是 空間還算蠻大的 對 不過這個餐廳的設計風格 還是維持男主人所喜歡的現代簡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天花板的做法呢 也是非常簡潔 但是質感也很不錯 對 我們天花板的部分的話 我們全部的燈光我們採用LED 砍燈的嗎 對 砍燈的部分 我們整間都採用LED燈的部分 對 然後我們做一些 簡單的那個長方形線條 然後讓你增加他的 天花板的層次感 空間的感覺 加了一盞吊燈之後 這個餐廳的主要的中心點就出來了 對 欸 全戶都用LED 其實蠻省電的 對 我們屋主其實蠻提倡節能 在這邊的感覺 就是我們都可以分教 деся